大家好 今個星期港股維持著上落市格局為主 但都是偏好的 其實暫時港股在今個星期早曾經試到28,500的位置 當然在上面28,500至28,700都是一眾的平均線匯序位 暫時阻力都會比較大 而現時當然大家是跟隨著整個市場的氣氛 暫時都變得比較快 每個星期炒賣的主題板塊基本上一星期內可以變三次 現階段當然科技股份陸續出了一些季度業績 我想現時若你說重型的科技股走勢上都會比較上覺異 若你說在整個投資氣氛 當然我覺得現時未至那麼差 因為很多大型科技股交出來的季度業績表 其實都是不錯的 若你說在很難選擇的情況下 若可以挑選一些叫ETF 尤其是科技的ETF的一些股份選擇 其實亦都可以分注到吸納 或者可以作中長線的投放都可以 因為若你說以現階段在美國10年期債息 一開始亦都高位有少許回軟 若然成交如果可以恒指去2000億狀況 這些市況 其實市都有能力向上突破 現在我想港股都是維持著 短期在下面接近27500附近 到上面28700區間上落 等成交再次回軟 市才可以有再次突破的動力 現階段兩年你說有很多不同的ETF的股份 其實都有一些政策去干預 反而我想現時大家就等著 恒指跪檢最後納入成份股份 相信納入的股份 短期都可以繼續受惠到市場氣氛 扶持得到 金字幕 李宗盛